大美 嗯 起床不早了 我睡不着了 怎么样 孩子又听你们 她这两天闹闹得很 不能乖一点 别找你妈受罪了 对了大美 你这产检该做了吧 不该呢 这还没到时间呢 还得过几天 是吗 那你这段时间千万要照顾好自己 你这儿 里生就剩一个月了 千万要注意了 行了 我知道 你不用担心 我会把自己绕不好了 对了 你这想吃什么 等下班的时候我给你买 你看着买吧 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要不给你买点水果吧 也行 行 行了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给你上班了 去吧 儿子 到晚走了 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他都走了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 那妈我应该干什么呀 这还需要我说吗 那地脱了吗 那为人家的衣服洗了吗 厨房里的碗刷了吗 这些活还要让我来给你安排呀 那洗衣机不是坏了吗 这也没办法洗衣服 再说 这家里面的地不也挺干净的吗 那晚 等会再刷吧 那我现在怀孕了 我有点累 我想歇会儿 你怎么那么多理由啊 还怀孕了累 你什么时候不累啊 只要一让你干点活 你不是给我找这个借口 都是那个借口 我看你啊 就是懒不想干活 妈 我这不是懒 而且我这肚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我干活我也弯不下去腰啊 弯不下腰好办呀 拖地的时候 趴在那里给我擦 那不是不用弯腰了吗 洗衣服的时候 下面垫个凳子 站着洗 去呀 怎么了 还要让我请你去啊 行 我去 干什么都磨磨叽叽的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也不知道我儿子看上你什么了 哎呀 大梅 这是干什么呢 给我 车里扫地了啊 来坐下 儿子回来了 嗯 妈 你说你也是的 这大梅扫地你怎么让他扫呢 这大梅现在可怀了孕呢 哎呀 儿子 这大梅啊 这快生了 这妈 让他干一点这小青活 让他运动运动 以后生孩子 少受罪 妈 你是什么老封建呀 还运动运动 现在这大梅啊 这马上就生了 这能运动吗 这万一孩子 这掉了怎么办呀 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孩子 我好不想失去他 再说了妈 你就是想要运动 你也不能让他干什么运动啊 这万一累着他怎么办呀 哎呀 儿子 这我知道 这我还能累着他呀 他这怀子 可是我的大孙子 这熟青熟重 妈都懂了 你懂就行 以后这段活 别让他干了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大梅 怎么了你 嗯 嗯 没事儿 我就是 嗯 膝盖有点疼 膝盖疼 你说好好的 怎么会膝盖疼啊 没什么 就不小心碰着了 所以就疼 过两天就好了 碰着了 大梅 你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走的时候不跟你说了吗 你看你还这么不小心 我知道 这也没多大事 你别担心 下大梅 我妈说你进屋休息了啊 妈 这时候也不走了 走到没有啊 坐了坐了坐了 行 等会儿坐啊 我帮你教你们啊 嗯 越想越不对劲 昨天我走的时候 大梅能不能好好的 这回来之后 却说她膝盖疼 是不是我妈 对她做什么了 不行 今天啊 这班是不能上的 我在家躲起来 我看看 我妈 到底对大梅做了什么事 妈 我去上班了啊 走 我走 我儿子走了 这把儿子走了 他还不起床 李大美 李大美 赶快我起来 出来 快一点 默默唧唧的 你就不能快一点 这都什么时辰了 还睡 妈 我这不是怀孕了 身体不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好像谁没怀过孕一样的 那以前 我怀我儿子的时候 这什么活也没当干呀 怎么一到你身上 就那么矫情呢 我 我看你啊 就是懒 我告诉你 嫁到我们家 这样就不行 这弟还没拖呢 去 把弟果投干净 行 我去拖 我说的不是用拖把拖 我说的是 你跪在上面 给我擦干净 就用这个 干什么什么不行 不知道药你有什么用 原来我不在家 我妈就是这么照顾大美的 妈 儿子 很前了没 你这不是上班 你怎么没走呀 我没走 我就是想谈着 你是怎么对大美的 我说呢 大美昨天怎么说膝盖呢 原来 是让阿贵的错的呀 儿子 我不知道那擦个地又怎么了呀 你看你还对妈吼什么呀 妈 还怎么了 妈 现在大美什么情况呀 她刚怀着病呢 马上就生了 妈 你让她干这种活 这万一她出了生命危险怎么办 这孩子保护都怎么办呀 能出什么生命危险呀 这妈怀着你的时候 也是这么过来的 干这点活怎么了 妈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是不是把你吃过的我让大美也吃一遍啊 妈 你可真恋我失望了 如果你不想照顾大美的话 也行 以后你也别在我家待着了 我 送你去养老院 儿子 你说什么话呢 你就因为这一点事 还要把妈送你养老院 那养老院是什么人待的 那都是无儿无女 这妈不有你这个儿子吗 妈 我也想养着你啊 可是你做的太过分了 妈 大美是我的媳妇 也是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我这一辈子 要保护的人 妈 如果 你跟大美实在过不下去的话 你就走吧 儿子 你 小白 还是算了 你别把妈送走了 你把她年纪都那么大了 这一个人住进养老院 这以后多孤独啊 她有你这个儿子呢 她肯定想陪在你身边 大美 妈 你都听到了吧 你都这么对大美了 大美还未说好话呢 这样的好一份 你去哪找啊 大美 这妈知道错了 妈不该那么对你 到现在 你还在听妈说话 你是妈的好儿媳妇 都是妈不好 你就原谅妈妈 这以后 妈再也不这样对你了 妈会好好地照顾你 和你平安地生下孩子 好好照顾你作业子 你就原谅妈好吧 妈 我没生你的亲 这以后 咱们还是任一家人 妈 你早这么做多好啊 你说一边 一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一边是陪我一生的人 你让我抛弃哪个 我都不舍啊 妈 我只想你们两个 和平地相处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有什么事 咱们都说出来了 对对 儿子你说的对 以前是妈太固执了 妈一定改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照顾大美 行吗 我再相信你一次 来大美来 坐下吧